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熊头小匠 前几天做了一期小夜灯的手工教程 让很多小伙伴回忆起了小时候都看过的艺术创想 作为尼尔叔叔的铁杆粉丝 今天我就用气球和白乳胶结合 也做一个我脑袋上的熊头手工 好的,发不得说,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做法和制作小夜灯的做法一样 我们首先要吹起一个大气球 气球的大小要根据自己的废话样大小决定 吹饶后,我们将气球打个减压 调好后呢,我们要将它均匀地涂在气球的表面 然后呢,将废纸撕碎 然后贴满整个气球的表面 现在呢,整个表面已经完下干透了 敲起来呢,也非常的坚硬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首先要需要将顶端撕出一个能容纳拳头大小的口 然后呢,剪掉气球的开口 放掉气球里面的气体 让外壳与气球完全并离 现在整个气球已经完全取出了 但是表面还是依然的非常的坚硬 现在呢,我们需要将顶端进一步的扩大 直到能容纳准的脑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现在熊头的最关键服务已经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做熊的眼睛和耳朵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知道更有趣的手工可以私信我 好的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见